國民黨反復時宮廷會 他的這句道歉 引起全場關注 日本檢測到底有沒有鬆懈 我們實際翻開福島縣政府資料顯示 近年來不論乳製品或水產 抽檢劍數從兩萬劍 逐年衰減 現在只剩一萬四千多件 加上上個月財經船有漁禍輻射超標 不免令人質疑 日本把關標準是否越來越寬鬆 一個是輻射證明 還有一個產地證明 那完之後呢 他還要經過台灣這邊海關 一個逐劈的檢驗 民進黨立委強調 腐蝕解禁所有檢驗台日 都會嚴格做好做滿 但早田建文與國民黨可不是第一次 站在同一陣線 日本政府他其實沒有落實這種檢測 沒有落實或者是故意不做 核體藍營智庫談日本現況 藍營難道想借椅子之矛 攻子之盾嗎 他對日本核實的當地情況非常了解 所以邀請他來現實說法 我們沒有特定的考慮 也沒有特定的策略 不論日本或台灣都有人反核 政府恐怕得嚴守標準 嚴加檢驗 用科學實證來米平 反對聲浪 記性新聞現成郭彥廷 採訪報導